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要讲究线条美 字的结构呢 不知要合理 比换了之间称之挪浪要到位 在我们设计的时候呢 不能身搬硬套 字体的精神面貌 和字的形象气质 可以说是评价精品质的 一个重要因素 字最难得可贵的呢 就是要做的高雅 端庄 富贵像 还具有人物气质 下面呢 我通过对漆黑的剖析 来讲讲肢体设计 精品肢体设计 以及设计当中的一些基础知识 笔画构成了文字 而文字呢 它的风格 除了字本身的结构以外 笔画的形状起了重要的作用 笔画设计的好坏 它直接影响了字的精神面貌 因此呢 精品肢体设计 要注重笔画的细节 讲究线条之美 一个笔画 它总可以拆封成 两个 硬和柔的线 我们在做笔画的时候呢 也要考虑到 字的规范问题 字的部件也好 字的规范也好 都要符合国家语委颁发的 那个字型标准设计 作字呢 我们一定要讲讲识错觉 我们的作字呢 设计字体 都是用 是由人眼睛来评判自己 它的质量好与坏 都是由眼睛来评判的 但是呢 也经常会因为 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常常会 欺骗的现象 或者错误的感觉 这也就是所谓的词错觉 第一个呢 就是水平与垂直 当 竖线 A慢慢移动到B的时候 这个位置的时候 本来 比较方的一个图形 就变成逐渐变成长了 那么我们作字的时候呢 一定要借着它一个死仓距离 否则这个字做出来长了 重心掉下去 作字呢 重心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整款字来说呢 它只能确定一个字重心 所有字都要按照这个规矩来排 重心它可以分实际重心 和视觉重心 实际重心呢 其实它就在字格的中央 当然我们做任何一套字 都要以一个重心 来当成规矩 其他的字呢 都要往上靠一起 通过它来调节 重心的上下左右和高低 我们在根据实错觉原理 上面的会看大 左边的会看大 那么可以确定 这个视觉重心 应该在偏上一点 偏左一点点的地方 在字体设计里面 尤其在做超出字体的时候 布板和笔画出息是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的 布板其实就是安排尖下结构 布置笔画间空白的关系 笔画出息呢 从理论上说 它笔画随着密度的增加 它越来越细 越来越细 但是从实际上讲呢 它是不对的 这是笔画调节的 一些基本规律的 我们字的形象与表情 和气质 这是平静平字里面的 一个不重要的步伐 字的结构 笔画的位置 也就可以说是好比人的 身材比例呀 身体比例 五官的位置在里面 它呢 直接体现了 字的表形象 表情与气质 我们以前常说的一句话嘛 就是 试着姿态要像仙鹤跳舞一样 影像高歌 也就是说 我们坐姿要有头 有脚 还要有高身 撇纳舒展 那么 这才能做得漂亮 设设计精品 绝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必须要从设计 从笔画开始设计 就要考虑到 使得内涵 把字做正确的 同时呢 更要注重文字的形象和气质 只有这样呢 才能设计出端庄高雅 富有人文气质的字体 今天呢 我就讲到这里 希望能给字体爱好者设计师们提供帮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